在中國歷史入面 在中國社會入面 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階層 這個階層就是士 這個階層 這個士這個階層 在古代就是一個屬於貴族階層 去到中國以後屬於一個文化層面中的一個中堅的分子 亦是社會上一個十分之重要的領導階層 余英慈先生對於士義的理解和研究很深 這個可以是他一個很重要的學術方向 余英慈先生在美國實際上 他的博士論文是寫社會經濟 所以他自己都說過他很幸運 他幾方面都知道 但是最後他的學術的主體 在歷史研究的主體 他其實不是社會經濟 是更加接近前目那邊 就是一個思想史文化史方面 就是用力最深的 但是老實說這方面的東西是很深的 就是真正前目也好余英慈先生也好 他晚年的巨著 就是寫歸山之作 最重要的歸山之作 都是研究宋明理由 那前目先生就是朱子新學案 是黃黃巨著 余英慈先生最大的 晚年最大的一幅書就是朱熙的歷史世界 這兩幅書坦白說 都是很艱深的書 一般人其實就 不是受過很專業的學術訓練 一般人是不容易看得明白 他有一個前提 明白什麼叫做宋明理學 然後才可以理解裡面說的是什麼 沒錯 你起碼要知道朱熙的學文 是不是 你不知道朱熙的學文 你就很難 那前先生最後那一幅書 不是最後 就是後期那一幅書 朱熙的歷史世界 最大的特別的地方 和以前的人寫朱熙 到今天來說 都是最特別的 就是 他是用一個歷史學家的身份寫朱熙 以往 就算包括前目在內 他也是用一個 較近思想研究的方法寫朱熙 集中在他的文字上 思想上的研究 但是余英時思想最後那一幅 朱熙的歷史世界 就是將朱熙 和當時整個宋代 政治環境 社會環境 扣起一起來說的 就不只是一個 純粹討論學術思想的 一幕書 這個就是他研究朱熙上的 一個比較大的 特別的地方 就是將這個人 作為一個人 就不是做一個學人 他不只是文献上的 來解釋 就擺放在社會裏面 擺放在整個宋代的歷史 包括由王安石下來的變法 為什麼會影響到朱熙 發展出他的學問出來 是整個宋代的政治社會經濟歷史 是整個宋代的 在這方面 他超越了錢穆的 錢穆的朱子生學案 基本上是就朱熙的那本書 他寫的著作 集中討論他的書的著作 他就不是把朱熙 擺放在一個 整個宋史的角度去討論 所以人文學科 對 他就很幻大 當然裡面還包括了很多 中西方最新的研究 理論 但老實說這本書 就不易看了 我很難看的 你不是一般人嗎 就看得明白 好看文章 我都是丁那麼多 明白了 我知道他在哪裡 大概的方向是怎樣 但是你說看得通密 可能還要老一點才能看得明白 有時候讀書很有趣 十年前看不明白的那些 十年後就會看得明白的 可能還要老一點才能看得明白 就算以前我看前老師的 錢穆先生的書 有些人看不明白 當時覺得不知道要拿什麼 過了十幾二十年後 又拿回來看 咦 原來那個感覺不同了 所以書特別是經典著作 經典著作和不是經典著作分別在這裡 經典著作 你有空拿回來看 你有新發現 那些不經典的那些書 多看一次都不想看 可以掉下去了 這個分別就在這裡 即是現代人 為何你要講如影時講前 你要多看一些經典著作 我經常覺得現在做學問 或者讀書教育 對經典著作的重視不足 那你對經典著作 看一些很快過時的東西 有些東西很快過時 一會兒就過時 熱一熱 熱完之後就沒有人看了 你十年後看 嘩 這麼傻的還說這些 即是周星馳那句 還踢球 是這樣的 但有時候真的經典著作 我們看完 嘩 這麼厲害 幾十年前想到這些東西 這個就分別在這裡 甚至這麼厲害 兩千年前想到這些東西 那些就是真正中國文化的精華 就是這些地方 我們真的要好好讀書 因為書不怕多讀 同一本書可以讀很多次 當然這些書是經典的書 所以我們說讀書讀書 就不是看手機上面 看電腦那些 就是用一本書來讀的 好 我們到這裡 下次再介紹 謝謝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們來看 看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